德國是九一年意大利是房車賽的第三名 拜勞,30歲的車手 第四次來澳門的了 去年得到冠軍的,前年得到第二名 再數八九年得到第三名 換言之一年進一級 八九年得第三,九零年得第二 舊得得冠軍,還要保持冠軍的位置 除了香港車手方面,黃石長不錯 排到第六位置 對,沒錯,因為路追上來 前面也有些車手退出了 終於上到第六名,第六名其實已經很好 因為他壓倒了另外一個蒲國車手的Sierra Cosworth 而那個Sierra也是A組的車和同級的 在他前面就有這個Wilson Wilson也是同級的A組保馬 他是英國來的,很有經免的車手 他在這個超級房車賽裡面也有駕駛法拉利出場 香港車手暫時排第二位置就是25號的黃猶坤 黃猶坤是一位很老牌的車手 雖然他駕駛一部是Colorna 但是現在排到第五位置 才可以立刻飛駛 一、二、二十六號的龍猶坡 香港車手排第三了 好了,排到最後中線了 對,看一看 我相信也不會的 現在好了,我們看看 又來中線了 還有一百馬左右 揮手吧 揮手吧 收慢了,收到很慢了 等他們一、二、三名來 第一名,保馬 第二名,也是 然後第三名,排排過 哇,沒得彈了 我相信這個是歷史重演很難得 在這麼強的對手之下 他們都可以三個車 完全安然無恙地來 一、二、三名完成這個賽事 實在是很有實力的 現在可以直接拍照片了 好了,現在山頂方面 莫林就是第四位置 部角直的車手 對,還在上面掙扎 拋離了很遠 那,看看先 這個時間上面 哇,差了很遠 我相信還放棄了去追 或者可能車有少少問題 因為本來他勾住在後面 都不是落後那麼遠 而第五位置就是這個Wilson 對,而Wilson 亦都是第一位的A組車手 因為他的車 應該是跟他們 香港等等 那些A組車是差不多一樣的 看見到阿莫林 阿莫林用的那部車 就是德國坊姐 蔡麗的車 後面的尾膽 那些全部 就是用一些合金造成的 非常之輕 三個方形式的材料 材料下足 錢也下足 不過很可惜 只是得到第四位 實在真是 有點意料不及的 好了,過來 阿莫林 就計時點 格仔旗揮動 阿莫林 就得到這個第四名 阿莫林 始終是不能夠 一嘗這個 站上椅子的滋味 是啊 這個 這個毛比保馬車隊 一二三名 實在是 令人很驚喜 好了 那結果 一二三位 同一位再報道一次 冠軍 敗勞 阿君 君高雄 第三名就是華為基里 第四名 阿莫林 而香港最好的車手 就是 黃石牆 得到第六名 第八名 另一位香港車手 就是黃尤坤 好了 我們休息一下